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犹疑晚风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美国商会警告 劳动力短缺恶化 让全国性危机 美巴尔的摩斯通过决议案 表彰法轮大发任 美参议员高鲁兹 到访以色列 批评拜登对哈马斯软弱 将接班刘鹤 外媒爆 习近平的政治物有 躺平威胁中共政权 社交网站开始封群删帖 强推储值电话卡实名制 港府被批司马超之心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根据美国商会 U.S. Chamber of Commerce 6月1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 近几个月来 一直困扰企业的工人短缺灾难 仍然继续恶化 这个对美国经济 从新冠状病毒中 盘慢复苏 构成了新的威胁 据福克斯商业网 Fox Business 报导 美国商会发现 美国3月份 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个月 的空缺职位 达到了创纪录的810万个 比2月份增加了60万个 但每个空缺职位的可用工人数量 只有过去2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 大约每个空缺职位 有1.4个工人可用 美国商会总裁 Suzanna-Haklahak Suzanna Clark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工人短缺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每况愈下 在某些行业 好像教育、保健服务 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 实际上可用工人数量 抵予空缺职位的总数量 报告称 超过90%的州和地方商会表示 工人短缺阻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 超过90%的行业协会经济学家表示 他们所在行业的雇主 都在努力寻求合格的工人 来填补他们的岗位空缺 事实上 90%的受访者表示 缺乏可用工人是阻碍了他们所在地区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分之二的人报告说 他们所在的社区或州的雇主 都很难雇用到工人 认为工人短缺对经济增长 带来更多阻碍的受访者 是认为COVID-19疫情阻碍了 经济增长的人数的两倍 美国工人报告 America Works Report的调查结果显示 某些州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比其他州更为严重 美国商会表示 南达科他州 内部拉斯加州 和佛蒙特州 都在努力填补就业岗位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人 填补这些岗位 有报道清 决定提前终止失业救济金计划的那些州 已经出现了求职人数激增 美国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市市议会 全体一次通过决议案 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 赞扬法轮功 真善忍价值观 巴尔的摩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 也是美国主要的海港之一 此外 在大华盛顿地区 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 特朗David Drone向华盛顿DC法轮大法学会 颁法国会认可证书 慶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马里兰州国会议员Krisey M.Fomey 也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可信 并赞扬法轮功 真善忍的原则 维珍尼亚州国会议员 韦特曼Robert Whitman 也发来可信 赞扬法轮功学员 慶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华盛顿DC特区的联邦众议员 福尔摩斯·诺顿 Eleanor Holmes Norton 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可信 祝贺第2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 圆满成功 马里兰州的Fedrick 巴尔的摩院 Lauros 也致学世界法轮大法日 以下是巴尔的摩斯 决议案的内容翻译 巴尔的摩斯市议会决议案 特此公告 巴尔的摩斯议会 向华盛顿DC法轮大法学会 自以最诚挚的祝贺 表彰第22届法轮大法日 赞扬真善忍核心价值 这个宇宙基本特性 全体市议会成员 向这个难忘的纪念活动 自以最美好的祝愿 并在2021年5月13日 颁发该决议案 市议会主席尼克·莫斯比 Nick Mosby 和所有市议员 特州参议员 高鲁兹 组织并带领了一国共和党 参议员小组 星期日5月30日抵达以色列访问 向国际社会 展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他尖銳批评总统拜登 在哈马斯面前表现软弱 并指责拜登呼吁以色列停火 是为哈马斯组织壮胆 外界报道表示 古鲁兹的言论一反常规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成员 德州参议员古鲁兹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 格雷厄姆Lindsay Graham 和田纳西州参议员 哈格蒂 Bill Harkety 星期日5月30日下午 到访以色列 平同以色列的智库 Cohelet政治论坛 Cohelet Policy Forum成员共进晚餐 古鲁兹星期日5月31日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 批评拜登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以及呼吁以色列停火等政策 他说 拜登呼吁停火 是为哈马斯恐怖主义统治者 撞了胆 乔拜登在哈马斯珍珠党以及伊朗面前 越是表现软弱 恐怖袭击升级的可能性就越大 高鲁兹说 以色列时报星期一报道表示 高鲁兹的言论一反以往在海外时避免谈论国内政治规则 尤其是避免谈论现任总统三军最高统税的问题 据纽约邮报星期日报道 高鲁兹离开华盛顿特区前 和华盛顿自由灯塔说 他组织这一次旅行的目的 是要亲自以文目睹 我们的以色列盟友 为保护自己需要什么 并向国际社会表明 我们毫不含糊地 站在以色列的一边 随着中共二十大临近 中共高层人事变动 引发各方关注及种种的猜测 可受习近平重用的 副总理刘鹤因为年龄原因 据说将离任 有美媒昨日发表评论文章指 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务院 法改委主任何立峰或将取代刘鹤 同时披露了何立峰和习近平的往事 自由亚洲电台 在5月31日发表评论文章指 未来中共二十大上 刘鹤肯定不会连任政治局委员 当然也不会连任国务院副总理 而接替刘鹤副总理职务的 外界评论几乎是一次看好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务院 法改委主任何立峰 文章指 何立峰六年前 就以天子近臣的身份 受到外界的关注 曾有港媒报道说 何立峰是习近平的政治物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习近平从政定院委书记 空港厦门市任副市长 何立峰对初来报道的习近平 热情招呼 加上习近平负责管理财金工作 何立峰时任财政局副局长 两人有年纪相访 无论工作或生活都是在一起 因而相交甚密 但自由亚洲的文章指出 事实上 习近平从河北到厦门后 何立峰是他的首任秘书 文章披露 习近平刚到厦门时 时任厦门市委书记兼市长 周以军安排时任厦门市副市长 兼市纪委书记李秀记负责接待 李秀记只带了一个随从 就是刚刚被提拔为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何立峰 习近平被李秀记和何立峰接待到厦门宾馆 当日刚刚是习近平的32岁生日 得知这个消息 李秀记就叫何立峰安排晚饭时 特别要求厨房 加了个炒面线作为寿面 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族 为习近平过了一个生日 接着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在市委为习近平安排专职秘书之前 为了帮助习近平尽快进入角色 市政府指定何立峰主要负责协助习近平熟悉工作 文章说何立峰很可能就是二十大上 所有新进政治局委员中最年长的一个 中国年轻人开始流行 躺平主义 消极对抗社会不公 被指对中共政权稳定构成威胁 在党媒密集发文通批躺平后 社交网络也开始删除相关组群和铁文 据港媒报道 中国社交网站豆瓣已对躺平开了第一枪 从5月30日开始 多个与躺平相关的讨论组被关闭 很多网民批评 自己只因为在铁文中提到躺平 就被豆瓣禁言或封号 到了31日 有网民甚至发现 躺平已被豆瓣设定为敏感词 不过截至6月1日 大陆微博和支付网站上 仍有相关躺平的话题 百度铁巴的躺平巴 亦仍有新铁文 中国社会 贫富差距加大 社会分配不公 低层努力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因此 当有关躺平的铁文出现后 迅速引发年轻网民的共鸣 所谓躺平 即降低欲望 不买屋不买车 只从事维持最低生活成本的工作 其他时间就悠闲地躺平 拒绝当救财 为他人创造财富 很多网民纷纷响应 不想跪低 又不能够站直 那就躺平 躺平 躺平被指对中国经济形成一定威胁 从而危及中共的统治基础 中共各级党媒 在温和批评躺平无效后 开始痛批它是可恥 湖北党媒甚至老骨宣传 认命可以躺平就不行 此外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余敏雄等副商 亦出面批评躺平 引起网友强烈反弹 连日来 关于躺平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连续登上微博的热手榜 港府星期二6月1日宣布 明年3月起 新的储席电话卡必须登记资料 方可使用 个人用户最多向每间电讯商登记10张储席卡 企业用户最多25张 民主党批评 当局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立法 制造妖过法庭程序执法的漏洞 是司马超之心 港府今年初突然提出考虑实行电话卡实名制 只经过两个月的公众咨询 就在星期二宣布行政会议通过 订立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的法例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藤华 随即在下午交代电话卡实名制落实的细节 清特首林郑月娥和行政会议通过决定 订立电信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 新措施规定个人用户 最多可向每间电信商登记10张储席卡 企业用户最多25张 储席卡用户登记时 需提供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和副本 法例本星期五、四日刊宪 下星期三、九日交立法会进行 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 然后在9月1日生效 登记制度分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有180日的时间 被电信商建立登记系统 储席卡用户明年3月1日起 需在360日内向电信商登记 未有在这段时间登记的储席卡 在2023年2月23日后会被停用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